Hello 大家好 我是Netcon 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陣子在Black Friday買了什麼又便宜又划的東西 快到了聖誕節 這條影片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要買什麼獎勵自己 或者買給人做聖誕禮物都可以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影片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記得追蹤我Instagram 第一樣買的東西是在ASOS買的 其實我已經在11月26日上網買 等了差不多半個月 12月中才寄過來 等了超久 我在ASOS買了衣服 所有衣服都是同一個牌子 全部都是Stradivarius的牌子 如果我讀錯了 大家在下面矯正我 這個牌子本身在香港也有分店 但整理一下就只有屯門一間分店 對於我來說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上網買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牌子呢 因為我以前在他的分店買過一條牛仔褲 它是我穿過最適合我身形的牛仔褲 首先它是超級高腰 它有一個系列叫做Super High Waist 它大概會去到你的肚臍再上一點點 所以你穿任何一些短身的衣服 都一定不會露到我的肚腩 或者我的腰出來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價錢 它真的超便宜 它減了價後是125元一條牛仔褲 而且它是有點彈性的 所以就算那天吃肥了一點點 都很容易可以穿得下 它是非常貼身 它收到你的腳型是很漂亮的 以它這麼便宜的牛仔褲來說 我覺得是物超所值的 而且它的質料是很舒服的 但我覺得它這顏色是染得很漂亮的牛仔褲 我160cm 它是適合我的長度 它會剛剛去到腳眼的位置 不會太長或者太短 它去到腳眼的位置都是很紮身 全部收起來 整隻腳就會顯得很收長 我買的尺寸是34號 第二條牛仔褲是一個超級相似的顏色 但它唯一不同就是 它中間有少少穿洞 但它也不是那種穿得很誇張很大的洞 它是125元 就算用來粗著 穿到爛 然後再買另外一條 我覺得都很划算 所以如果大家也找一條又便宜 又易入手 又漂亮又超高的牛仔褲 我非常建議大家不妨試一下這個牌子 除了牛仔褲之後 我都買了三件上身衣 它們全部都是清一色白色的 第一件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白色TOP 它是超短的 我穿的尺寸是ASMA 它的手袖位都是很貼身 如果配合我剛才買的牛仔褲就適合了 它這裡是做V字領 是一排扭的 我首先覺得它的質地很舒服 完全穿上身是不會刺 而且我很喜歡穿V字領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位置 就是它的手袖位有少少長的 就是它不是去到手腕就停 它會有少少覆蓋你的手 我覺得它做這個版型做得都挺漂亮的 但它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我覺得它的衣服也有少少透的 如果你穿一些黑色的內衣的話 有機會透到裡面穿的bra 要穿一些淺色的內衣 這件衣服我也是在減價的時候買 它是$143 下一件衣服就是這件冰箱 有些波波點類似襯衫的型 我衣櫃裡面實在有太多一些很普通 純色的T恤 我想買一些比較造型重的衣服 我上網看到這件 它的價錢又超級便宜 是$95 但它的細節都做得很漂亮 首先它整個手袖都有這些小波點 然後它是一個公主拋拋袖 肩膀也有這些荷葉邊 我覺得是一件造型感很重的衣服 而且價錢又便宜的 它是一件非常透的衣服 如果這樣穿的話 一定會透到你裡面的內衣 所以一定要打底 我裡面就配了一件白色的背心 再配上剛才牛仔褲 已經很漂亮了 但因為現在天氣有點冷 應該也不可以穿這件衣服外出 可能要等遲些春天穿就適合了 還有我在網站也看到一款是黑色的 我相信黑色會更顯瘦 最後一件衣服 就是這件白色的毛毛 內套 它是屬於一些比較短版型的 毛毛是這種質地 這種質地就不會容易起毛頭 而且摸上手也是非常舒服的 軟綿綿的 它的袖子一樣是公主袖 而且也比較薄的 相信如果冷一點 可能香港只有13度 單穿這件衣服也不行 它的領域就不是V字領 是一些打橫的領域 可能扣扣去 當是一件上身衣服 又或者你可以裏面穿一件薄薄的T恤 就可以當是一件外套 價錢大概$179 好了 介紹完衣服 就想介紹兩對我最近買了的鞋 也是這個牌子 在The Corner 相信如果大家有平時看開IG 或者留意香港有什麼本地品牌 都不會對這個牌子很陌生 他們就是一個香港的本地品牌 出一些比較斯文 一些上班型的鞋款 我之前就買過他們一雙白色的鞋 我覺得非常好穿 而且是非常白搭的 我上班有四天都是穿它的 它穿得很舒服 就算你走很多路都不會腳痛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鞋的皮 是不容易髒的 就算髒了 可能你噴少酒精 用濕紙巾擦 就已經可以擦掉了 趁著他們Black Friday 好像所有鞋款都有八折優惠 我就入手了兩對鞋 我現在馬上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兩對都沒有穿過 所以我現在可以拿上手給大家看 我第一對買的就是這個 白色的尖頭平底鞋 它後面就是一個很小的鞋 它的名字叫做Curry Two Flats 它有極多顏色 而且它有不同的皮 我買了這隻純白色的皮 跟我之前買的那雙Lover的皮 就是一樣 我相信也不會很容易髒的 我穿過上腳 因為這裡是一個很凸的鞋子 所以整雙鞋很貼你的腳型 是穿得很舒服的 而且它很容易搭 你平時上班一定穿到 或者你平時出去逛街 都會令你整個看起來很斯文 而且也很漂亮 而且它白色的尖頭平底鞋 還會附送鞋墊 第二對買的就是我之前買的 但是不同顏色 我這次買了一對啡色的 因為之前我買的那隻純白色 比較夏天 而且穿上腳也是超級舒服 而且超級好穿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售後服務 都做得很好 因為我是上網買的 一開始我先買了黑色 不是買啡色的 黑色來到 跟我想像中有點出入 而且我覺得襯衣會比較難 我就在IG DN問他們可不可以轉另一隻顏色 他們都非常樂意 而且他們的態度也不錯 你只需要拿回鞋 去他們的門市 就可以換到你想要的顏色 或者換到你的馬數 最後就要分享一下 我在HKTV Mall買了什麼 我買的第一件東西 就是DHC的維他命B集 為什麼我買這件東西 就是因為我有生純瘡的問題 我去年生過一次 純瘡是過濾性病毒 它不會在你身體上消失 它會在你身體免熱力下降的時候 它就會偷偷地走出來 因為可能我前陣子 剛剛回了全職幾個月 身體上就不是很習慣 這麼早起床 而且又要做全日 可能我又比較晚睡 加上那陣子就離開 所以非常不幸地 唇瘡又回來找我了 唇瘡不要以為 它是幾天就可以搞定的東西 如果它已經在唇上 起了一些水泡 最快一定要搞半個月 它才會慢慢結膠 然後變好 所以我一生純瘡的時候 我去看醫生 醫生給了一些藥膏 和抗病毒藥我吃 我跟我的朋友聊 他都說他有生純瘡這個問題 但他吃了維他命B之後 就沒有再生了 我聽到他就覺得 我一定要買來試一下 它的價錢不是很貴 大概四十多元一包 一包有六十顆 他就會預料你一天吃兩顆 所以這個是三十天的份量 所以吃了之後 好像感覺上身體好像健康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最近work from home 作息定時了 去廁所的廁所也多了 整個人感覺上好像健康了一點 而且吃完這個藥丸之後 你撒出來的料是會黃色的 第二個我就買了 這個也是DHC的維他命丸 它就是這個綠色的包裝 它聲稱有這個 可以美白 美顏 令你整個人看上去精神一點的功效 它也是四十多元 它一包有三十顆 就是餘你一個月的份量 之後就要分享一下 我買了這個nevia body lotion 為什麼我買它呢 因為它超便宜 它是32元 會再送一個旅行妝的 它這裡寫著48小時有效 我覺得它又沒有48小時那麼厲害 但是至少你塗完一晚 到第二天 你的皮膚會保持滋潤 不會立刻乾燥 而且因為它便宜 我就順便入手多幾支 最後就是我買了這個Avane的保濕精華 我這個牌子這一款 其實我一向都有用開的 它買得比萬寧 或者是Watson's那些都便宜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回來 我覺得它這個保濕程度 其實冬天來說 不是很足夠的 但我覺得如果夏天或者春天 枕塗這個都OK 而且它的價錢不貴 以一個精華來說 就算操用 塗多一點在臉上 都不會覺得很肉赤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所有產品如果我找到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info box 大家可以按回來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還記得按訂閱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